影视圈里有很多学历并不是太高的一考生,所以一旦有什么明星有超高的学历,被人拔出来的时候,都会引起很不小的关注。 而说起圈子里的学法,还是一新二代绝多,毕竟父母的收入都很高,自然也能够有更好的能力保障孩子去受到更好的教育。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都有哪些学习很厉害的新二代吧? 他用您的儿子打小就非常的出色,不仅是成绩很棒,而且在绘画比赛中还拿到了很不错的名次,11岁的时候就考到了钢琴六级。 并且架子鼓,其他,玩得都非常的溜,还打得一手的好篮球。 进入中学之后,成绩就相当亮眼,之后被送往英国读书,在英国会考中拿到了很棒的成绩,进入了很有名的学府。 之后,21岁的他从牛津顺利的毕业,爸爸还特意去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,在微博中帮助过两人的合照。 看得出来,爸爸也是非常的骄傲,林一伦的长子,第一次被大家关注的还是在变情绪的时候,在节目中他非常的有礼貌,从来不会,因为自己的出身而骄傲,十分的尊重别人。 而且独立的能力也是很不错,在节目中他和其他的新二代的表现很不一样,播出之后就很受欢迎了,同时也引来了不小的关注度,意识之间吸到了很多的粉丝。 而让大家想象不到的是,在去年他就成功的考入了美国很有名的设计学院,被称为艺术界的哈国。 而他的儿子去了学校之后,学校还给到了很高的奖学金,那自然也是相当的高兴。 他转发了儿子的微博,能够感受到那股自豪之情了。 黄磊的女儿也是大家很熟悉的,多多因为参加郭总益节目,也算是观众们看着长大的,在节目中就有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。 后来和同学还一起翻译过著名作家的绘本,也是让人震惊。 除了英文很棒之外,还有很多的才艺,经常可以在微博中,看到他画的画作甜点,自己做配音,小小年纪就这么多的能力,其实是让人佩服呢。 张默,说到他很多人都知道,他是张一萌的女儿,在16岁就从高中毕业了,进入了国外的大学读书。 后来经过李安导演的推荐,进入了世界文明的电影学院读了硕士,还选择了和爸爸一样的道路,在毕业之后,也参与过三腔的制作,做影片的剪辑和字幕时,也是自己的第一部作品,并且正式的进入了演艺圈。 在那之后,他还未将大导演的,数字电影担任了副导演和翻译的工作,2016年的时候,导演的第一部影片,28岁未成年,也获得了很不错的关注和成绩。 在第二年的时候,也因为这部影片,而拿到了年度新人导演的奖项,这些新二代并没有安然父母的光环下,而是努力的休息,让自己成为更优质,更优秀的人,这样全面霸展的他们,主持是很正能量呢。 感谢观看